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14题 它说某人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得出的解XY可以用S跟T来表示 题目还说AB跟CD两个向量 可以张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现在要问的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多少 我们现在来解这个题目 题目给了我们这个连立方程式 我们可以将它写成矩阵线性变换的形式 也就是矩阵6532乘上一个2乘1的矩阵XY 那么它会等于一个2乘1的矩阵ST 我们令它为第一式 题目还说解出来的XY可以用S跟T来表示 也就是将X写成S的A倍加上T的B倍 将Y写成S的C倍加上T的D倍 并且我们可以将它再写成另一个矩阵变换的形式 也就是矩阵ABCD乘上ST 会等于2乘1的矩阵XY 我们令它做第二式 现在我们将第二式带入第一式可以得到 也就是将这个XY 换成ABCD乘上ST 也就是6532乘上ABCD乘上ST 会等于ST 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ST是一样的 这也就说明了它会是等于单位矩阵100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矩阵6532乘上ABCD 它会等于单位矩阵1001 接着我们在矩阵6532的左边乘上它的反矩阵 那么这里也一样要乘上它的反矩阵 因为这是单位矩阵 所以这两个矩阵乘起来 就是这个反矩阵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矩阵ABCD 它会等于矩阵6532的反矩阵 现在如果我们将矩阵ABCD取行列式 那么它就会等于矩阵6532反矩阵的行列式 矩阵6532的行列式 它会等于12-15是-3 那如果是反矩阵的行列式 就会等于它的导数 也就是-1-3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矩阵ABCD的行列式 它会等于-1-3 而由向量AB与CD所张成的平行四边形面积 就会等于这个行列式的绝对值 所以它就会等于-1-3的绝对值 会等于1-3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1-3 後面3-4 1-3 5-6 4-6 5-6 5-6 4-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